1月16日,郭金飞,迪丽热巴在北京现身同名热门话剧改编的爱情喜剧电影《21克拉》首映发布会 活动现场,他们二人开启互聊互怼模式 郭金飞自报,迪丽热巴送给他的贴身小礼物,一度让他吃不消 发布会现场,当无意中提到郭金飞的最佳损友雷佳音,立即掀起一波小高潮 郭金飞再被问到性格像不像中华田园犬 他表示,雷佳音其实更像 我认为中华田园犬像雷佳音呢 他孙师,他长得像孙师,但他性格就是,我跟你说,他性格就是中华田园犬 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灾难,什么祸乱的病毒啊 那个那个那个呆人,什么那个手艺啊什么,好不容易挫护我家 然后他就拼命地保护一只内侠 谁招的,怎么的,怎么的,怎么的 没人要他命的 中华田园犬,不能抢神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,北京报道 中华田园犬 中华田园犬